787的駕駛艙 后面呢有两个Johnson 导航显示意 有非常多选项可以选择 选择系统 波音787又被称为梦幻客机 机舱内宽广舒适 设备高级齐全 其实不只华航长龙也有买 787最大特色机身复合材料 与传统的铝合金机身相比 维修成本可降低 另外碳纤维材质的机翼较有弹性 也能提升飞行稳定度 客舱内也有不少突破 包括可将舱压控制在海拔6000尺 减轻晕机以及提高血液含氧量 同时窗户更大也采用液晶体控制 显得更有科技感 还能提升机舱内湿度 这些让搭乘体验更舒适 座舱里面的一个舒适度 比方它的长度 还有它的一些可以完全躺平 灯光其实也经过特别的调整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长龙2015年订购24架 波音787客机 直到2020年其中三架改定777货机 所以长龙机队未来会有 21架787客机 预计2024年底全数交机 这位华航选中波音 引发外界疑虑 除了实际点 另外就是外界对波音737MAX的疑虑未消除 因为737MAX坠机事件 外界对波音信心重挫 加上787也曾因为电池着火而停飞 它在刚刚出来的时候 在电池设计上也产生过问题 也发生过这个燃烧的情形 但经过大概一两年的后续的改进 电池的重新设计之后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重大的一个事故发生 可是呢这两起连续的飞机设计上的问题 的确是对波音公司的一个 这个声誉造成的影响 飞机出厂一定会经过安全评估 发现问题也会立刻修正改善 787是航空史上首架长城中型客机 让航空公司愿意买单 今天现在的操战学生采调报道 还有民众人员 打招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